在楚清河的视线之中 此时的的东方不败 腰月以及水母音机三人体内的真元波动 比起此前而言 已经更为的剧烈了不少 不过 距离凝聚五道金丹 明显还需要不少的时间 楚清河凝聚五道金丹 是有着系统的帮助 使得楚清河凝聚五道金丹的这个过程会加快 但对于其他的舞者而言 在让三花相容的过程 可以说是极为缓慢 即便是以东方不败三人现在的根骨以及底蕴 想要让这三花相容 也需要花费几日的时间 不过现在要见的人已经来了 楚清河这五学挂机凯 也要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倒是不急 待真元流转至右手 真元包裹着一些药物 从楚清河的体内流出 然后悄然散开 融入到周围阵法内 保证了此时 在阵法之中的东皇太医和李淳风 能够继续在这阵法里面玩得尽兴后 楚清河抬手将旁边几棵大树切下 再以剑气将这大树切割开来 短短不过几十息的时间 便已经以损卯之法 组装出一张木桌 还有一张摇椅 再从系统背包之中取出茶具 茶叶之后 真元千洞间 自山间一处溪流内一道水流 便被牵引到了楚清河身前 凝聚出一个水球 伴随着真元以及火属性的天地之力 充斥在内 对真元包裹起来的 这一个水球中的清水 竟是快速地沸腾了起来 十息后 随着这沸水 注入到了放了茶叶的茶壶之中 清新的茶香气 顺着鸟鸟升起的水雾而散开 随后 楚清河便在这阴凉之处 一边感受着身下摇椅的晃动 一边品鸣看戏 同一时间 阵法之内的东皇太义此时发现 并无人回应自己后 面具之下的脸 不禁快速地阴沉了下来 但转瞬之后 东皇太义心中的韵怒 又被快速地收敛 东皇太义不傻 单单就现在的这些事情 已经足以透露出许多的讯息 方才那三名女子的真元波动 足以表明那三名女子 不过只是天人静圆满而已 可偏偏天人静圆满的修为 却能够引动这九州大地之中天地之力的 蜂拥而至 想到方才那三名女子身边的 四尊巨大的法相虚影 东皇太义能够肯定 那三名女子绝对修炼了极为高深的武学 至少都是到接中品 甚至到接上品 而刚刚那十几道剑气 却是强悍的 连达到了赵神静后期的她 都难以挡下 东皇太义自认为 即便是迫虚境初期的高手 发出的攻击 也难以达到这样的程度 自然 在现在种种的讯息之下 东皇太义也不敢过多地放肆 只是让东皇太义有所不解的是 这九州大地之中 何时出现了这么强大的高手 还是说 这人并非是九州大地的人 而是从神州大地 进入这九州大地的 越是这样想 东皇太义越是觉得 这种可能性极大 九州大地 因为封印所致 之中充斥的天地之力 极为有限 根本不可能容纳 武者迈入破虚境 自然 在那三名女子背后的武者身份 就来得有些耐人寻味了 要么 这名武者 便是在千年前 大夏皇朝在设置封印之时 便存在于九州大地之中的 要么 便是这名武者 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从大夏皇朝外 进入到九州大地的 不过相比起前者 在东皇太义看来 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毕竟千年前这九州大地 便会有破虚境的武者 那么在大夏皇朝以九州大地为界 布置封印时 这名破虚境的武者 不可能隐而不现 放任大夏皇朝布置封印 因此 沉思了少许后 东皇太义开口道 在夏州万峰 任大夏皇朝 皇庭司前将军一职 受大夏皇朝指令 镇守九州大地 不知前辈可愿现身一剑 树林边上 听着东皇太义口中所言 楚清和拿着茶杯的手 微微顿了一下 目光看向东皇太义 以及那李淳风时 眼中多了几分耐人寻味之意 呵 志元天高 看来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呀 清笑一声后 楚清和目光倾挪 看向一旁的李淳风 眼中思绪之色浮现 镇法内 眼见此时开口后 依旧没有得到半点回应 东皇太义眼睛轻眯 一时间不清楚 是不知镇法之人 根本就不在此地 还是不愿意和自己搭话 沉吟了几夕后 东皇太义也只能压下 以大夏皇朝压人的想法 而是开始尝试着 在这阵法之中 寻找离开这迷阵之法 在东皇太义开始 寻找着阵法的阵眼以求 离开这阵法时 距离东皇太义十丈左右的 李淳风也动了 和东皇太义一样 此时的李淳风 也未再次以攻击 试图以自身实力 强行破开这一个阵法 而是在这阵法之中 绕圈的同时 寻找着周围的阵眼 见此 楚清河也未去干扰 而是静静地引查 并且关注 东方不败几人的情况 接连两日的时间下来 此时的东方不败 三人体内的真元波动 已经越来越浓 而在几人周围 那四尊法相虚影 不断炼化下 此刻三人手中的龙金石 容纳的天地之力 已经达到了极限 对此 楚清河操控下 此时那四尊法相虚影 已经不再是站在 东方不败三人身边 而是齐齐回到了 楚清河身后 大量的天地之力 随着炼化后 直接进入到了 楚清河的体内 而在东方不败三人 相隔五十丈外 此时的东皇太一 依旧还在一个区域之内 不断地打转 步伐之间 已经是多了明显的急乱 反倒是李淳风 此刻却是盘坐在地上 运转着真元和体内的气血之力 酝氧此前被楚清河 那剑气留下的伤 这时 远处三女所在的位置中 东方不败 忽然身体轻轻地颤抖了一下 紧接着 随着东方不败 身体周围流动的血色真元 置停了一瞬后 一股冰冷的气息 快速地从东方不败的体内散发 随后 戒灭剑意 以及绝灭剑意齐齐地 从东方不败的体内迸发 而在这两道剑意波动之下 一旁的腰月和水母音机 亦是一同受到了影响 体内的寂灭剑意和绝灭剑意 也跟着有了暴动的趋势 倒是和当初在楚清河院中 几人寂灭剑意修炼到最后时的情况一样 只是不同的是 在这两种剑意开始暴动后 三女体内越来越多的剑意 同样开始有了不安分的迹象 对于三女现在的情况 楚清河仿佛早有预料一样 体内气息运转的瞬间 真元瞬间涌动直接冲向三女 带到这些真元将三人包裹起来之后 一股特殊的韵味以及气息 瞬间从几人周围这些真元之中散发出来 如君如簧 又带着几分浩然惶惶之感 而在这一股气息之下 三人体内两种剑意 瞬间安分了起来 然后开始龟缩到东方不败三人的体内 并且乖巧地向着东方不败三人体内的 气海穴冲去 东方不败三人虽然现在的剑道境界 已经达到了 剑道第三境人剑合一的境界 可到底不像楚清河 已经迈入到了天剑境的层次 难以做到完美地镇压体内的剑意 因此 在三女凝聚五道金丹时 体内这过多的剑意 难免会出现这种排斥的情况 不过通过这一次楚清河的帮助 让三女体内的剑意 一起融入到五道金丹之后 这些剑意便能和三女彻底相容 此后也无需再担心 这剑意间会出现排斥的情况 一个时辰后 一股特殊的气息 快速地自水母阴机的体内迸发 而在水母阴机的气海穴上 此时已然是多了一颗葡萄大小 且金光灿灿的五道金丹 感受到水母阴机体内的情况 楚清河的声音便在水母阴机脑中 忽然响了起来 别等真缘稳固 现在就将那龙原酒服用 几乎是在声音传入脑中的瞬间 水母阴机一点犹豫 都没有直接伸手入怀 将单瓶拿出来后直接捏碎 而当单瓶破碎后 之中装着的龙原酒 却是被一股无形的能量 给聚集了起来 随着水母阴机嘴唇轻开 这些龙原酒便全部进入到 水母阴机的嘴中 在水母阴机将这些龙原酒 刚刚引下 楚清河的精神能量 瞬间钻入到了水母阴机 手中的龙金石内 然后拉扯着之中的天地之力 塞入水母阴机的体内 不过短短三个呼吸的时间 龙金石内的 而这些天地之力 竟然就被楚清 和以这种蛮横的状态 全部塞入水母阴机的体内 伴随着大量的天地之力 涌入经脉之内 水母阴机体内 这些龙原酒中的龙原 竟然是在快速地 吞噬着这一些天地之力 然后不断地壮大 而在这些龙原逐渐壮大时 在水母阴机脊髓之内的凤血 竟是在悄无声息地 吸收着一些龙原的能量 然后反不及 水母阴机 过程中 在水母阴机的体内 一缕缕火红的能量 竟然也从水母阴机的体内 被牵引而出 同样进入到了水母阴机的脊髓之中 正是血菩提中蕴含的麒麟洋元 也是在水母阴机体内的龙原酒 开始起效果的时候 一旁的东方不败 和妖月体内也先后凝聚出了五道金丹 成功踏入神坐镜出气 随后在楚清河的提示下 两女也相继将这龙原酒服下 反观楚清河 则是在这一刻 重新将身后的四尊法相虚影 移动到了东方不败三人的周围 将三人围了起来 而炼化后的天地之力 亦是重新注入到三女的体内 半个时辰后 自三女的体内 相继传来了突破的波动 等到食之未食的时候 几人体内的修为再次变化 一注相后 最先突破的水母阴机 率先将体内的五道金丹 稳固了下来 带到环绕在水母阴机身体周围 那一些真元 收敛回体内 睁开眼睛的水母阴机目光 第一时间便注意到了 此时在他们几十帐外的东皇太一 以及李淳风两人 而当目光触及到东皇太一和李淳风两人时 水母阴机心中轻一一声 两个人 不过目光在这二人身上 停顿了还不到一息的时间 水母阴机便转身看向 此时坐在摇椅上的楚清河 脸上绽放出了最甜美的笑容 一步跨出后 水母阴机瞬间闪身至楚清河的身旁 然后拿起一个小凳子坐了下来 接过楚清河递过来的茶杯后 想到几日前 他们即将凝聚五道金丹时说的话 水母阴机面带恍然道 难怪之前你会那样说 原来是一开始就知道 这一次会被吸引过来的是两个人 楚清河诞生道 也算不上是一开始就知道 不过是顺势将这一种可能性考虑了进去 既然大夏皇朝将这龙脉看得如此重要 明面上只是安排两个人进入到这九州大地进行监管 未免显得有些太随意了点 毕竟这涉及到的是龙脉 如同袁天刚这样的人心中都会生起贪念 其他大夏皇朝的人自然也不免会有这样的想法 因此 若是将楚清河化作大夏皇朝思考的话 那么除去定期安排两个人进入到九州大地内 让九州大地去监管九州大地的话 必然会安排一个更为忠心可靠的人进入到这九州大地 监管另外两人才对 所以 楚清河不排除这九州大地之中 会除去袁天刚和李淳峰之外 还会有第三个大夏皇朝安排进来的人 用来监视李淳峰和袁天刚 而按照此前东皇太医和李淳峰的对话来看 楚清河原本的猜想基本上也已经被证实了 水母阴姬含笑道 不过竟然会一次出现 倒是省了你不少的时间 说着 在稍稍顿了一下后 水母阴姬继续开口道 就让那两个家伙继续在你的阵法里面被困着吗 楚清河诞生道 是要一件件做 饭要一口口地吃 凡事有个轻重缓急 反正人现在被困在阵法里面 而且体内还中了毒 跑也跑不了 与其分心去料理他们 倒不如等你们都突破了后 再慢慢地询问也不晚 听着楚清河的话 水母阴姬对于自己几人 在楚清河心中的地位而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片刻后 在楚清河以及水母阴姬的等待之中 远处的东方不败 以及腰月体内真元波动流转间 也成功地突破到了神作静后期 至此 不管是水母阴姬 还是东方不败 以及腰月三人皆是成功地迈入到了神作静后期 感受着三女此时散发的气息 楚清河的脸上也有着几分笑容 不管是东方不败 还是腰月 以及水母阴姬三人 当初在遇见楚清河的时候 都不过是宗师静的修为罢了 而现在 两年多的时间 三人 却是一步步地提升到了神作静后期 此时此刻 楚清河倒是有了一种 媳妇被养成了的感觉 是与了一种